两段感情经历 第一段 您感觉跟您性格不合适 那您有没有尝试着 跟他沟通一下 该做的都做了 还是没有办法 努力了已经 没有遗憾 那第二段感情 我听您说 好像两个人的年龄差距 特别大 特别大 多少岁 26岁 26岁啊 对 我女孩和她同岁 你俩在一起相处 不会有代沟吗 没有代沟 找一个比她小 26岁的女的 而且这个女的 和她的女儿 是一般大 同年 这个让我很难理解 那都有代沟 那隔代也论的就是 我就特别好奇 就是差距20多岁 26岁 怎么可能没有代沟 你说代沟 最起码就说 在生活方面 还是在 现在的这些电子方面 还是在语言方面 都没有代沟 她那付出了 我就应该呵护她 去关心她 保佑她 去对她负责 听这句话吧 还挺实实的 大哥 就是你的第二任妻子 和你的女儿是同岁 那我想问一下 他们两人关系怎么样 非常好 他们两部分彼此 但您描述的这个状况啊 这是属于一个 非常和谐的家庭状况 那您俩最后 为什么没走到 一言难尽 经济直接挂钩了 夫妻都是同龄鸟 大难当头 各自飞 那您没考虑过 您俩分开的原因 跟经济挂钩 是因为您经济这块不行了 对 所以说她离开您了 对 那您俩在一起的时候 会不会也是因为 当时您的经济状况非常好 她才跟您在一起 有考虑过这事吗 主要原因 就是经济她认好 好了跟你在一起了 对 不好了分开了 这个事也不能单单 怪她一个人 都有 互相都有主意 她还是 她本人有点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她不能说两次会员 都失败 我有一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